創意比才竟在运通 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陳子榮 當然在於齊全的操作上面 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 都要持續的對下去 過去做對 現在對 未來還是要持續的贏下去 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在於今天跟大家見面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來細數過去 我們曾經做過的績效 而且在今天早盤一早 開盤的當下來說 在於選擇權上面 你又足足賺盡了 而且在今天一天的時間裡面 你就賺盡了69個百分點 而在於這幾天選擇權的操作上面 又是再度的倍數翻上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每一個人都想賺錢 問題是你有沒有方法 如果你有方法的話 在這個地方的話 你絕對就可以賺進自己的年終獎金 跟自己的紅包錢 所以今天的陳總 今天要告訴你什麼 也就是要利用我們的城市交易 各位你會說 我為什麼要利用城市交易 各位在今天全中華民國裡面 也只有陳總的這個交易系統 一早開盤在8點45分的時候 就已經是告訴你高低點 高點來臨的時候放空 低點來臨的時候做多 那親愛的請你告訴陳總 如果每一天我都知道高低點高空低多低近高出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又是成為市場上面的超級大贏家 絕對是 一定是 好 那麼請你來看 城市交易精彩旗幟完勝獲利 已經是盛獲市場上面非常多的人的認同 而且你只要相信它照著做 那你絕對會生利其境 而且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倍數翻 好 那我們現在就從選擇權的部分跟大家談起 在選擇權的操作上面來說 我跟大家提到說總共有三種人 第一種人呢 他就是外資 第一種人呢 是外資 他是在做避險 第二種人呢 他就是在拼機會 就是在博弈 我希望各位投資朋友真的不要去拼機會 你要的不是機會了 你今天所要的是你能夠掌握住的 你會說 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時間點 我再拼拼看 各位 你過去拼了 現在又拼了 還有多少時間讓你拼 那你這個機會呢 到處去尋找 問題是還有多少機會 就算現在的機會給你 請問你 你有方法可以抓得住嗎 所以你絕對沒有啊 所以你就必須要有一套真正的套利模式 今天陳總給你的就是輕輕鬆鬆做 所以今天陳總就是啟動套利模型 那什麼叫做套利模型呢 就是一般交易裡面 在正常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一邊是對的 另外一邊是不對的 那可是你會很擔心說 陳總你告訴我說一邊一定對 但是一邊一定是不對 那這樣的話 我有一邊是虧損耶 那我這樣子沒辦法接受 親愛的 在於齊全的操作上面 停利停損點 這是一定要的 所以你就必須要在心態上面做好調整 你只要把握住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就說今天的操作 不管我怎麼做 最後在這裡是獲利的 你是獲利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就是一個好的操作策略 所以請看我說套利模式 啟動套利模型 一般的交易正常過程裡面 一定是一邊對 一邊不對 好 那在這的話呢 其實待會我就讓大家仔細的看 我們到底怎麼樣 就是你可以持續的對下去 而且在這幾天的操作上面 你就是再翻一倍上來 各位難道不是想要翻倍嗎 不是想要翻身嗎 不是想要翻轉你的生命嗎 那你就是跟著我做就對了 好 那如果說天天有3000塊錢 一個月下來的話你有多少 6萬塊錢 你就是按照紀律然後照著做 兩個月下來你就有12萬 三個月下來你就整整有18萬 各位我今天陳總在節目上面所講的 一天一天的 絕對不會虛偽造假 我所告訴你的 如果天天3000塊錢 一個月下來你就是有6萬塊錢 兩個月下來就是有12萬 三個月下來就是有18萬 今天所講的話 各位待會我拿出我的簡訊 叫做鐵證如山讓你看 好 那我現在就讓大家來看一下 那我們先從呢 在於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我们所做的单子 一天一天的 然后带到今天 在于今天的话呢 各位足足又是69个百分点 69个百分点的话 1万块钱进去的话 你赚进多少 6900块钱 那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说 如果天天都有3000块 更何况在一天的时间里面 6900块钱 再加上去零零总总 从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到昨天礼拜一 今天礼拜二 各位这个叫做 人生翻转再以备 好那我现在让大家来看 在于呢1月21号 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做所单交易 那你会说 陈总什么叫做所单交易 刚才不是跟大家讲说呢 一边是对的 然后一边是错的 可是你不用担心 因为呢我们总 total加起来 只要是对的一边 能够完全的作对 而且叫做大幅度的作对 那么亏损的一边 叫小幅度的亏损 那这样的话 这种生意是不是很划得来 那是不是要做 各位如果一边是涨三倍 一边是亏损50% 那你是不是还有2.5倍 那等于说呢2.5倍的话 1万块钱的话 是不是整整又变成 2万5千块钱 好现在请你来看 这是在于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做所单交易 9.06分50秒所单交易 各位请看 我们做1月选择权第四周 7,850点的买权 市价买进 因为所单交易呢 就是两边一定要成交 然后再来看 7,500点的卖权呢 市价买进 所以我这里写了一个C 这个叫做Core 7,850的买权 再加P P呢是Port 这是卖权 7,500点的卖权 所以呢 7,850的买权 市价买进 再加7,500点的卖权 市价买进 所以请看 7,850买权 市价进场 7,500点的卖权 市价进场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说呢 我直接先把我的结论告诉你 这里你足足就是 赚进了46个百分点 这是不是告诉你 一边叫做大大的对 一边叫做小小的亏损 但是你不需要去猜当天的盘 是大涨还是大跌 不论是大涨或是大跌 只要有大幅波动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就是必胜 跟你打包票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这里 是不是46个百分点 好 那现在来看呢 这是呢 在于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7,850点的买权 好 7,850的买权 我们在9点06分的时候 买进在31点 平在27点 这笔单子是亏损13% 这个地方是小幅亏损13% 好 可是另外一边 对的一边呢 各位 7,500点的卖权 在于44点来做买进的动作 一口气往上拉升到70点 所以这一笔单子呢 是59个百分点 那各位 我在这个地方 一边是多少 59% 另外一个部分是多少 负的13%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 是不是59%减掉13% 你赚进多少 46个百分点 所以呢 在当天的话 各位 我说天天如果有3000块钱 那当天的话是多少 4600块钱 我说以1万块钱为基准 来当你的投资金额的话 那你在于当天 礼拜四的时候 就是4600 恭喜你 就是这么做 实际袋盘就是这样子 告诉你怎么操作 我们的简讯 讲得很清楚 锁单交易 几点几分 9点06分50秒 然后我们的履约价格 7850买权 跟7500点的卖权 什么时间点 在哪个点位坐进场 试价买进 对不对 各位 就是这样子做 那你如果不会做 拜托你 打电话 看到陈总的简讯之后 拿起电话来 直接告诉你的营业员 那就是这样子下单 那什么时候要平仓 陈总也会告诉你 所以呢 你看到就是这样 轻轻松松做 不需要每天去 拆涨拆跌 但是呢 我说傻瓜作战法 各位不懂涨跌 你照样可以怎么样 赚钱啊 这个叫做厉害的地方 叫做高手中的高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五的时候 9点59秒的时候 来 我们再来看一次 锁单交易 锁单交易叫做必胜 胜率几乎是高达100% 各位 如果一个必胜的单子的话 锁单交易的话 那你是不是一定就是要做 跟着我做就对了 还需要犹豫些什么呢 那你看到7850点的买权 扣7850 再加上Port 7600 这个是7600点的卖权 好 那我们的进场之后 各位这里叫做呢 市价进场 因为我要强迫你成交 好市价进场之后 结论是什么 一个是68% 一个是负的25% 各位你真的是不用怕 因为最后的结论叫做 你还是赚钱赚43% 43%是多少 如果是以1万块钱为基准单位的话 你是不是又是赚进了4300块钱 对不对 如果我们说是以一组为单位的话 那投资金额如果是1万块钱的话 我们就简单算的话 那你是不是在于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就赚进了4300块钱 那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讲说呢 你已经有4600 再加上4300块钱 那么也才不过是两天的时间里面 你就是几乎赚进了9000块钱 各位还没有结束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图卡上面的表示 各位这是在于上个礼拜五 7850点 好 我们说31点做买进 平在23点 这一笔呢是跌了25% 可是另外一笔呢 各位从32点买进之后 足足拉到了54点 所以结果是多少 大涨68个百分点 那最后你看到的结论是什么 各位你是不是赚钱 你有没有获利 有没有作对 有没有作赢 铁证如山 68%减25% 43% 好 那在于上个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如果是1万块钱为基准的话 你大概就已经是多少 8900块钱 好 那在于呢 礼拜一的时候 昨天的时候呢 我们在尾盘的时候又有进单 那待会回来的时候呢 我要讲呢 在于昨天礼拜一的时候 进单的状况 以及呢 在于期货上面 两笔多单的状况来说 总共是137点 究竟怎么做到的 那你就是一定要跟着我做 那当然今天陈总呢 知道也体恤到很多的投资朋友 在最近的盘势来说 一会大涨一会大跌 然后你真的不知所措 然后你也常常做错 你也常常看错 你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带着你赚钱 所以呢 你可能现在就趴在地上 各位 今天陈总要帮助你 站起来 请你不要再趴在地上了 不要趴在地上不动 不要灰心 因为今天陈总呢 拿出了非常大的诚意 也就是我要拿出呢 我的精彩旗帜 跟我的操盘 告诉你 怎么继续的赢下去 所以今天陈总 用最短的时间 让你站起来 你没有成功 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陈总呢 提供了锦囊妙计来帮助你成功 但是我也要特别告诉大家 你现在呢 待会打电话进来 在这个地方来说呢 给你相当低的门槛 相当低的门槛 因为因为 我要告诉大家 在于农历年之后 我们呢 保证会调涨50% 那你说 陈总为什么要调涨 因为公司的成本增加 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在于农历年过后呢 保证调涨50% 有调涨的压力 那么所以在于今天 也就是在农历年之前的话 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还在犹豫的 这些投资朋友 给你相当低的门槛 期货再加选择权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留个时间 让大家打个电话 进来做个咨询 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的时候 我们讲期货的部分 请用五分珠 吹起疼 请用起疼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决战一分钟 不再追高杀低 买在起长点 空在起跌点 第一分钟 决定你的财富 紫永老师给你 领先体验 送你软体 简讯加软体 决战一分钟 02-2578-3777 2578-3777 心在痛 胃也痛 头更痛 怎么办 该吃什么药 后补仓就是好药 高空 低多 压力突破 试价多 策略要对 点位要对 信息通知 更要对 精彩指数 让您天天期待 等黑盘 亚洲投顾 祝福您 做得轻松 活着精彩 02-2578-3777 2578-3777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出国旅游 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你评险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店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关哦 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来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谈谈呢 在于礼拜一尾盘的时候呢 所做的单子 在于礼拜一的时候呢 昨天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笔 叫做所单流仓策略 各位这是选择权 各位你看到 这是在1月25号 昨天礼拜一 1点14分29秒 1点14分29秒 各位请你看 这是1月选择权 第四周7800点的卖权 好 那这里呢 16点买进 或者叫做市价买进 因为我希望呢 两边都可以成交 好 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7950点的买权 也就是呢 我要做市价买进 好 那因为这个地方呢 真的是 我这里看起来 这里叫做7800点的卖权 买进市价买进 另外一个是7950的买权 有没有 也是市价买进 那么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呢 我就写在这 好 各位 这里呢 是7800点的卖权 16点做买进 或者是市价买进 另外一笔是7950点的买权 16点买进 好 或是市价买进 到了今天早盘的时候 也就是礼拜二 1月26号礼拜二 早盘的时候 受到美国股市 重挫的情况之下 台股是以低盘来做一个开出 所以当低盘开出之后 我们就看到卖群的部分 大幅度的上升 从16来到40 所以呢 我平仓在40点 各位从16点 来到40点 你一边是赚进多少 150% 隔一天的时间而已 你就赚进了150% 各位 是不是告诉你 陈总要帮助你站起来 好 另外呢 你会说 陈总7950点的买权 从16点 结果档到只剩3点 足足怎么样 亏损80一个百分点 看来 真的是有够惊人的 各位 我跟大家讲 跟着陈总 安心操作就对了 真的不用怕 因为我会帮你锁定风险 我为什么要锁定风险 各位 你看到我这个叫做锁单 锁单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我的风险是有限的 但是我的获利是无限的 所以这个叫做锁单 所以你会觉得说 看来真的是有够惊人的 各位这里150% 真的看到可以赚150% 真的很开心 可是另外一边结果是负81% 看来真的是有够惊人 可是再怎么样 最后你的结局是怎么样 你告诉我你是赚钱还赔钱 那在这里是不是赚钱 那如果是可以赚钱的话 为什么不做 所以一定要做 尤其在于明天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又有一个叫做 倍数稳赢操作 所以倍数稳赢 倍数 倍数单 那当然就是要让你倍数 所以你一定就是要做 各位套利模式 我跟大家讲 这个叫做套利模式 一边一定会对 一边一定会不对 可是对的一边 一定会完全cover掉 不对的一边 那你对的时候是大大对 你错的时候是小小错 各位这里是1.5倍 所以你加起来怎么样 你还是赚了69% 那各位在今天的这一笔69%的话 如果我们是1万块钱为基准的话 你是不是赚进了6900块钱 所以在这里呢 你是不是如果以1万块钱为基准的话 你是不是在昨天到今天为止 你的口袋就增加了6900块钱呢 那刚才不是一个4300一个4600吗 是不是8900块钱 各位请你来看 那我在这里再加刚刚的两笔8900块钱的话 1万5800块钱呢 从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 昨天礼拜一到今天礼拜二 口袋增加15800块钱呢 有什么不好 当然很好啊 赚钱的感觉就是这么好 就是这么美妙 那你会说怎么做 你就是照着我的简讯这样做 今天陈总就是要做对 然后你就是对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跟着我的讯息这样子做的情况之下 每天都要做赢 每天都要做对 跟着我就对了 好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来看呢 这个期货的部分 在于礼拜一的期货呢 我们是两笔多单 各位盘式变化莫测啊 对不对 昨天是怎样 开低之后慢慢往上涨 今天是如何 直接开低盘下去 昨天你不小心留多单的 哎呀 抱歉 今天你脸都绿了 是不是这样 你说最后尾盘再拉上来 拜托 那你中间怎么样 你这个门槛一定是跨不过的 你早就停损了 那就算尾盘拉上去 你还有赚到吗 很多人就是看对 结果做错 对不对 好 因为你的点位是错的 好 那我的点位当然就是一定要正确 那你看呢 在于礼拜一的时候 各位一早开盘的时候 8点45分 各位你多快乐啊 你操作期货选择权多快乐啊 8点45分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知道当天的高低点 好 但是一旦是出现单向盘的时候 各位我再次的在节目上面重申 跟我们的成员对话一下 如果你是观众朋友 还没有即刻的加入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早一点成为我们的成员 因为我要告诉你呢 这个操作的技巧 因为在于支押单的部分来说 各位它的一个胜率 几乎是高达100% 也就是呢 突破压力5点之后 各位你还记得吗 突破压力5点之后 市价最多单 所以呢 各位 在礼拜一的时候 8点45分 7801叫做市价多 另外一笔呢 也是同时在8点45分 各位 7824点叫做市价多 所以一旦是出现市价的话 叫做怎么样 不要犹豫 不要等待 拿起电话 跟你的营业员讲 我就是要进多单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看到 这样的操作是不是轻轻松松做 然后财富轻轻松松松来 不要涨的时候也怕 跌的时候更害怕 很多人呢 操作到最后呢 涨的时候不敢做 跌的时候也不敢做 然后对的时候不敢做 错的时候拼命做 那你只要照着我的讯息这么做 各位叫做必胜 请你看8点45分市价多单 7801 结果这一笔 涨了80点 另外一笔 同样的 它也指示你 8点45分 7824点 进多单 结果涨了57点上来 那你会说 诶 陈总 这两笔多单是137点 那么如果完全照着做的话 137点 那岂不是赚进了26000块钱 可是你会说陈总 我真的赚的没有这么多 没有关系 但是你还是做对 因为你怎么样 可能去设一个停利点 所以你看到你这笔 80点里面是不是有40点 这笔57点里面 你是不是有30点 所以在实际上面来说的话 你赚进了多少 各位70点 那你1点200块钱 我还是要恭喜你啊 一天的时间 你就赚进了14000 再加上选择全倍数翻之后 各位从上个礼拜四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倍数 Yes 铁证如山 就是这样 所以请看我的系统上面 有没有跟你讲 8点45分 各位这是我们的软体成员 各位 7796短线压力 是不是要多单进场 是 好 另外一笔呢 7819点 各位 这里是不是突破压力5点之后 试价多单进场 7819点 是不是在8点45分告诉你 是 好 那你看到陈总的简讯随后就到 所以是不是很安心 有了系统之后 陈总还告诉你 简讯上面8点49分 10秒 也就是没有系统的投资朋友 可以看我的简讯 压力是在7819点 突破压力5点试价加码多单 所以呢 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恭喜你 每天就是要这样子 跟着陈总轻轻松松做下去 而且持续的作对下去 持续的作赢下去 所以你看到 80再加57点 两笔多单137点 那如果自设停利 14000块钱 恭喜你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趁着现在呢 在农历年关之前 我们还没有调涨的情况之下 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趁着现在给你相当低的门槛 打电话进来做个咨询 然后呢办好手续之后呢 我就会带着继续 请大家呢 这个做好准备 8点45分做好准备 带着大家继续的赢下去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期货选择权 请大家好好把握 最后陈总也祝福全国的投资朋友 做得轻松获得精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飞机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决战一分钟 不再追高杀低 买在起掌点 空在起别点 第一分钟 决定你的财富 紫勇老师给你 领先体验 送你软体 简讯加软体 决战一分钟 02 2578 3777 2578 3777 心在痛 胃也痛 头更痛 怎么办 该吃什么药 不保仓就是好药 高空低多 压力突破 市价多 策略要对 点位要对 信息通知更要对 精彩指数 让您天天期待等开盘 亚洲投资 祝福您 做得轻松 活得精彩 02 2578 3777 2578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